光cere 羽 arms 不大 拉的石挺丑 昂昂 嗯 焰焰 焰焰就好啦 咛 照樣啥呀 嗯 嗯 好了 你看看 老三下五出二就給你換 你看看你辣的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看看 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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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撞着 老撞着 好了 好了 一 二 三 你看看 筋儿辣得还不错啊 孩子 这不都还放屁了 吓唬老啊 好了 老不怕 好了 眼上 好 好了 你说这三下五出饭 就好了 大姐 我的药熬了没有 帮我搬来吧 好啊 怎么了 你找什么呢 我 你用啥 我说我 你帮我熬的那个药好了没有 我得喝了 你这让我怎么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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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是不是和您阿姨 有什么不开心啊 没有啊 怎么 她跟你说什么 没有啊 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 怎么奇奇怪怪的 莱莱 不瞒你说吧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女人 说话粗声粗气 也不拒小节 要不这样吧 等你满月之后啊 咱们跟她接个账 请她走啊 太阳晒 太阳晒晒 盖盖 晒太阳 太阳晒 宝宝晒太阳 盖盖 晒太阳 太阳晒晒晒 盖盖 好了 走了 贝贝 扭扭 哎 茂莉妈 我听你们家粉花说 茂莉在东北丢送过一个女儿 好好地一个孩子 怎么会那么丢呢 你怎么不弄得清楚啊 粉花又胡说什么啊 这样的事有什么好问的 哎 她们就一直不能告诉你 你就一点都不知道 哎呀 我以后再跟你说 这么说 你那儿生女儿 快三十了吧 林阿姨 这是报纸 好 谢谢 这么说 她应该早去结婚做娘了吧 哎呀 告诉你吧 她在美国公司啊 做大老板 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拿的美金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 也是上的名牌大学 丈夫嘛千挑万挑 挑了一个外国人 最近啊 刚刚生完孩子 哎哟 女强人哦 是啊 这么说你都有重孙子了喽 什么时候报来 给我们大家看看 哎哟 她们哪有时间啊 她们的时间就是金钱 那像你啊 整天闲逛 哎哟 你还不得了了呢 真是 谁知道她说的真的假的 你这又这样干啥 咋了 做噩梦了 不快 不快 这寒出的 都湿透了 这是典型的倒汗哪 雷雷快快快 把衣服换上啊 我用于着凉 听得没 快点 快脱呀 脱了换上 你不出去我怎么换啊 这都是女的怕啥 出去啥雷雷我帮过来 行行 你快换上 别感冒了 来 大姐大姐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雷雷她原来不是这样的 哎 你当我是气包子 我生啥气呀 不过老妹啊 我看雷雷的忧郁症 是越来越严重了 别害怕 别害怕 没事儿 产妇啊多多少少 都有些忧郁症 就雷雷严重点儿 那可怎么办呢 咋办 上医院得看哪 哎 来 情况怎么样 伯母 我跟葛瑞斯聊过了 她现在情绪稳定多了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 这段时间你们对她一定要多加关注 有空呢 我还会再来看她的 伯母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改 所以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 老妹 老妹 唐院长咋说 唐院长说 唐院长说 雷雷一见到她 就拼得命地哭 她说她自己很失败 事业前途全都毁了 还说什么 生不如死 你说她对这忧郁症啊 是越来越严重了 她要是不积极治疗的话 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老妹啊 你先不能急呀 雷雷她知不知道自己这么严重 她根本就不承认 不承认她就不肯去治疗 这孩子从小到大就是决绝的像头牛 大姐 我求你了 只要对雷雷好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我求你在这个时候 你可见了 千万不能再给她受任何刺激了 你答应我 老妹啊 你这个人可真虚的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 我牛丰收这个人吧 文化不高 可是我说话可算数了 我说过 关于日女儿这件事情 我保证一念之内不提 我去给你熬中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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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乱说什么呀 祖阴六舍都知道了 本来我也是不想说的 后来想想 邻居知道也没什么不好 你说那小刘跟我吵的时候 老说我段子绝孙 现在他有什么话说呀 妈这是扬眉吐气 妈我跟你说过吧 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你别胡说别胡说 我一进弄堂口 张三李四的都来问我 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你现在就差拿一面锣 满世界去喊了 我告诉你们啊 这件事情 谁也别给我添油加醋的 别给我胡说 别说我到时候翻脸不认人 我可能你被对不认人 你把这个情况摆成好了 我可以做出这个事 所以就当我弄得了 你欣赏的事情 我现在的总竟就已经不挨过 你了解自己 所以我去产生的人 我那里才是贵不能 我看那两个人 是别人的 哪打个人 你没有人会 你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事情它确确实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有时候它真的就是这样 不管你愿不愿意 也不管你的心情如何 你只有面对现实 你跟这个姑娘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情 只要你们两口子不说 撒你小的 这么丢人的事 能拿个大喇叭往外说呀 得呀 了解这件事情的 除了你以外 只有你丰收 这就对了嘛 只要嫂子她一口咬定 就没有人会无端生疑 除非她那个被枪毙了的亲爹 从坟墓里边爬出来 也不可能 对吧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是想说 这个姑娘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你就让她永远成为一个秘密 你是说让所有的人 包括那个姑娘 都认为我是她的亲爹 不行不行不行 牛丰收那脾气 她是抱不住的 早晚得说出来 你还不了解她吗 这事可不一样 我相信嫂子她不会说 你想想 她瞒你都瞒了三十年 反正对我来说 这件事情根本没发生 那是最好了 行了 你别默契了 这事她毕竟是发生的 你只有去面对 是的 我一定会要个了解的 你知道我这个人 不惹事 也不怕事 那左仨 那马林我跟你说啊 这事可不一样啊 你知道吗 跟这件事情 有牵连着太多的事情 不能胡来 魏江 你知道了吧 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不怕问题简单化 我能在东北一个人 待那么久吗 好吗 这些年纪 我没想到 那些人 你找到 你的家人 你找到 你的家人 不怕 将白日香山间消息 水莹莹 水莹莹 水莹 我们曾经年轻 我们曾经年轻 牛丰收 牛丰收 三十多连 你为什么欺骗我 我将某人对得起你 大牛吃了妈妈的奶 长得高高的 长得胖胖的 长得帅帅的 长得亮亮的 飘飘亮亮的一个酷男 长得像你妈 长得像你爹 还长得像你爹 小梦啊 你这一大早哭啥啊 你来了 杰米 杰米昨天晚上回来 都大牛玩的 再玩那么一会儿功夫 大牛就脸色发青喘不过气了 立刻就送往医院去抢救了 医院咋说的 医生说 医生说她得的是严重的 先天性的心脏缺损 她是不是胡说嘛 这大牛好好的 咋就心脏缺损了呢 大牛不是天天都哭吗 一哭就喘吗 医生确诊的 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孩子破身的心脏缺口 在出生之初呢 杰米 薄薄的包膜封住 所以未见一场 现在包膜破了 病情就显露了 这种病不开刀很危险 可孩子太小 眼下还不能动这样的手术 只能等孩子稍微大一些 再进行心脏修补 而现在到手术前这一段日子 可是最难熬的 有效的生命 破身的心脏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消毒水伤手 你还是大夫手套再弄吧 没事儿 我这老皮老手的 啥事儿没有 老妹儿啊 雷雷吃香菇吗 吃啊 我还怕她不吃不敢放呢 你指定是吃吧 吃 那个鸡米也吃 是的吃 你今天给他们做什么 做竹孙排骨汤 再加点香菇 好吧 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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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尿布之外 所有的衣服都让我水煮了 太阳晒了 干净的 生啥病啊 你问问你妈 是这样 你牛姨啊 把这地板啊 和连桌子都用消毒水消毒过了 放心吧啊 来 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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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谢谢 金米 这雷雷她不了解我 我在月嫂中心 是受过专业培训的 就关于怎么护理这个心脏病孩子吧 我最近又买了两本书这么好 我整宿整宿地看 我知道该怎么照顾 我知道 放心 我知道 您好 我 我是茂林的妈妈 我 我想打听一下 我媳妇牛丰收 现在做的那家东家 地址是什么 这个恐怕 天冷了我想 给她送件毛衣 好 我给您查查 谢谢啊 有了 牛丰收 她的雇主姓章 妈 你来做什么呀 对不起 妈 妈 妈 你不要再添乱了 你让我太平一点好不好 我就是想见见我这个孙女儿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买了一只草鸡 煮了一锅汤 想送过去给她补补身子 妈 人家是外国长大的 全是外国的规矩 你说一个不相识的老太太 另一个鸡区上门 还自说了自话 说认孙女 人家不笑掉大牙才怪呢 以为我是傻瓜 我有嘴巴 今天啊 我就准备彻底地告诉她 我就是她的亲奶奶 亲奶奶 妈 你说证据呢 证据呢 妈 到医院去 做亲子鉴定 自己的骨肉一验就知道了 你找个时间跟她一起去 好吗 妈 你说验就验啊 人家莫名其妙地 跟你去做亲子鉴定 妈呀 你省省力气吧 好不好 别再给我添乱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好 牛阿姨 杨女士 咋今天没上班呢 牛阿姨 我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 说呗 就是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你还在我们旁边 帮助我们 我不会忘记你 哎呀妈呀 你看你还挺会说的 你这说哪的话 我跟你说啊 咱都是自己人 我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亲属一家吧 哎呀 这孩子太聪明了 就是一家人的意思 知道吧 哎 哎 雷雷 你这是要出门啊 他们美国总部来人了 要找他去谈谈 谁找也不行 能瞎跑呢 美国人没有坐月子的概念 雷雷 别搬这些臭香水子了 牛牛闻着过敏 妈妈 我走了 拜拜 真是个僵严 像谁呀 从今往后 人事上的事情 都直接汇报给我听 知道吗 还有上班时听聊什么天呢你 看穿什么衣服 一点都不得体你家呀 什么样子都是 Gracie 你怎么来了 今天好漂亮啊 要不要喝点什么 茶还是咖啡 瑞贝卡真是一个 装模作样的花狐狸 你说头会不会把瑞贝卡 接替Gracie的事直接告诉她 可怜的Gracie 虽然严厉一点吧 但人挺正直的 雷雷今天从公司回来 好像看她很不开心啊 又咋着了 我看她脸色不对 问她了她什么都不肯说 说了 她当时听杰米唠叨了一句 说什么关心是假 让胃才是真 让胃 那让就让呗 你现在孩子也有了 老公挺好的 只要孩子好好的不得病 你啥都强啊 我啊 我就担心她的忧郁症 是越来越严重呢 妈妈 妈妈 汤米来电话 说爸爸脑溢血病危 什么 そういた。 1日常見了。 ,我會陪媽媽回歐斯凍。 Gracie留在上海, 因為大牛不能沒有你。 而且還有牛阿姨。 這麼決定吧。 大姐 为难之中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候了 老妹儿 你看你 这咋这界外呢 别说咱一个锅里摸过勺子 就算是路人撞上了 你说要遇到这事儿 我还能不管吗 你们就放心的走吧 这母子俩就交给我了 你们一百个放心 老姐 Grace 你要知道 牛阿姨是很负责的人 你真的要听从她的意见啊 她总是按照农村人的那种 生活习惯去生活 让我不停地吃 不停地喝 真的把我当成一头母猪了 Grace 快乐一些吧 也许事情并没有你想得那么糟糕 如果你觉得沮丧 我们可以去找心理医生 这是很正常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没问题 现在谁都帮不了我 包括你的上帝 不过Jimmy 我真的不知道 我能不能挺得过去 你更紧情地过去 你很坚强的 还有我 自己小心点啊 放心吧 妈妈 放心吧 坐 妈咪 上吃吧 来 你小心点 老妹儿啊 你把血放在肚子里吧 我都明白 你要是不信我可以给你发个毒誓 妈咪 谢谢你 妈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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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什么 糖炒栗子 那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头 今天没出摊 别的摊头都不领 你还敢骗我 真的 我没骗你 好 走 带我去看 你老头到我身为她 走啊 你带我去看 好了 好了 一包糖炒栗子 不吃又不会死的 我为的是栗子嘛 我为的是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 我都知道你现在 已经不爱我了 真正是小孩子的 怎么钱长不大的 儿子 你别吵了 买糖炒栗子去 我不吃 买了我也不吃 你人现在学会骗人了 你还护着她 我哪里护着她了 这小夫妻两个炒 什么炒嘛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啊 开心一点 好不啦 爷爷 她骗我 你不要太做了 好吧 有你妈护着你就狠了是吧 说来说去倒是我的不对了 嫁给你 我这倒了大霉了 小三老有口饭吃 你又不太平了 叫你买 她找丽子的门你就去买 挑最贵的买 又不是买不起 吹你就吹破了吗 陪你道歉 你的老婆都搞不定 你在社会上怎么混呢你啊 你少说两句好吧 你小夫妻两个吵架 你这个老头都吃个什么劲的 都是为你宠的 我合理不死 我翻在沟里的我 我迟早又回在你们两个人手里 你十三点你吃错药了 你搞到我头上 你才十三点的 大家都是自家人 舌头牙齿嘛 也要碰着咬着的 就是少说两句吧 小心笑着贝贝 白阿姨啊你是不知道 这个小村老师政策一切都干不成 我看着他都乱气 你好 你成功你活络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同老贾瑜的生意 亏了一大笔 被老贾瑜啊 斩得血灵的地儿 你一肚子邪火 只要往我头上发 你他外面去挣点钱给我看看 你个人畜生 杨 别骂我你 你是我 你时间没发错了你 你个人畜生 他老婆孩子都有了 你还这样打他 你先吐爪子发痒了你 晴晴 晴晴 你也真是的 哪户不开提那户的 你惹他干什么 让妈妈看看 拿来拿来 疼不疼啊 毛姐 都怪我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吃糖炒栗子了 再也不说爱不爱的话了 再也不说爱不爱的话了 这巴掌让我下定决心 我一定做笔声音给他瞧瞧 哎 苏姐 你咋有空来了呢 他妈临走的时候托付过我 我不过来看看吧 说不过去 牛阿姨 我刚挤了奶放在冰箱里了 对 在冰箱里 好 今天天好啊 一会儿给大牛洗个澡 这就对了 那个苏姨刚给他换了尿布 拉屎啦 傻傻黄的是不是 一切挺正常的 不惜呀 不惜 好 牛阿姨 你看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家里就这点活 我一个人就整立了了 你歇着吧 牛阿姨啊 这家最近全靠你了 你辛苦了 要多注意身体啊 你放心吧 我这身体可不敢生病 你知道为啥吧 我现在连医生咳嗽都不敢 好家伙 这要是传染上大牛啊 那可不得了 小孩的脸 就憋得谢此谢此的 就是 我呀 就是担心雷雷的忧郁 你说他自己的忧郁症 他心里面不明白 你得说到说到他 哎呀 单到植入恐怕不行 要不然我早就跟他说了 老姐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看行不行啊 嗯 我们学校不有些书和假意吗 上面专门写的忧郁症 清楚的 我呢 就给他放在他能看着地方 比如说桌子上 他床头上 你让他随手翻一翻吧 哎呀 这倒是个办法 对对对 以后 他发现自己有问题 会上网查的 嗯 我听说啊 雷雷以前不是这脾气 哦 现在厂后咋变得这爆呢 我跟你说 这也是忧郁症的一种反应 以后啊 他发火发脾气的时候 你千万忍着点 别介意啊 我是他啥人哪 我还介意 老姐 我是他啥人哪 我介意啊 不客气 你会想他 乎是一样的 他不见了 甚至 夜 你说 你 你 我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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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這是啥的啊 這是 啥人格缺陷 你怎麼看 產後憂鬱症影響夫妻關係 他這啥意思啊 看不懂查字典去好嗎 你看你這文化人 咋欺負沒文化的 要是能查字典還問你啊 真是乖 啥人自己念 產後憂鬱 他還能影響婚姻關係 配偶的心理健康 也是個極大的損害 是 兒子 又在玩遊戲呀 你說我什麼呢 我在做生意 做生意 這不是在賣家當嗎 你 傳感器你懂吧 光明熱明失明紅外多嘞 兒子 你啥時候知道這些東西的 你小時候數學屋裡都不及格的 我買傳感器 不是發明傳感器 只要賺到錢就OK了呀 行啊 行啊兒子 可惜本錢不夠 我只好賣手錶賣傳介 我一定賺筆錢給他看看 不行 給你做本錢 不許讓你老闆知道 好媽 好媽媽 你放心好了 用不了幾天 我連本蛋黎一起還給你 你小子了 還是我媽好 謝謝 老頭子 咱們家兒子有出息了 不是他有什麼出息 來說說看 來 我也學不好 好 好像是 傳感器 高科技 自動的 電子產品 以我的經驗 做生不如做熟 做生意 哪那麼容易啊 當年 你借了你大伯父的錢 到楊昌湖去飯屑 你爹怎麼說你的 你小子要是賺得著鈔票 我毛自顛倒血 我跪下來 叫你三生儀 小子吧 那是我 這個叫一報還一報呀 我說 他做生意的錢 是不是你給他的 放心吧 他下家的訂金都收好啦 這大牛是不是又喘不動氣了 你說這今兒天吧 老悶了 這大人都受不了這孩子 你是不是特煩我呀 你這孩子 我啥時候煩你了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我從小在海外長大 頭腦簡單 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 但我不是傻瓜 我心裡比誰都清楚 雷雷你這是咋的 剛才還好好的呢 我再也不相信什麼人了 包括你 我咋你了 你說你憑什麼對我這麼好 就為我發你那點工資嗎 媽媽常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你說你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我是 憑著我的良心也沒啥 我就是可憐這孩子 誰要你可憐 你一定是在背後說了我們很多的壞話 唏嘘 才對我們這麼好的 是不是 是 是 買雷雷 真是瞭解我 我就是背後 說了你不少壞話 你是不是特恨我是不是 行了 你別太過分了 我這個就是過分的人 你心裡有氣 你就儘管發 討厭討厭 我討厭你 你別再說了 我就是愛說話 我不討厭你 你讓我安靜一會兒 你走吧出去吧 我不能走 我在這工作 我咋能走呢 你讓我自己待會兒 我討厭死你了 把這口氣出出來就好了 把大鳥給我 出去啊 我不想再見到你了 你心裡舒坦心了嗎 好嘞 好嘞嘞我出去 媽媽 我好想回到爸爸身邊去 我好想他 我怕再見不到他了 媽媽我真的不應該有孩子 我的一切都被毀了 我的一切都被毀了 如果爸爸也萬一 我也不想活了 你這說啥話雷雷啊 你出去 你出去 雷雷 昨天大棒骨湯還有 我又做了手擀麵 我給你盛一碗 我不想吃 你不吃不行啊 你不吃大牛仔就沒飯吃了 成天就是吃吃吃 你以為我是他製奶雞嗎 你就是一台製奶雞 你以為你是傻呀 行行行你出去 你讓我一個人安靜一會兒好嗎 你這奶還戰不戰 我把洗奶雞刷一下 你再細點好不好 讓我一個人安靜一會兒行不行啊 行 大姐 這孩子越來越不好了 不是牛牛 是雷雷 是雷雷 也不知假的 你能不能抽空來一趟啊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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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生起啊 我常命在運動 呃萬一 怎麼回事啊 雷雷怎麼了 雷雷 整宿整宿的苦 我琢磨了一宿啊 這事啊找唐院長啊 唐院長是雷雷的好朋友 她說啥她聽啥呀 可是唐院長電話我沒有啊 打啥電話呀 直接上醫院長 那多快呀 可 那你要不去 你給我看你打電話 我這就去 不 還是我自己去 我去 總算大功告成了 兒子啊 這些東西 為什麼不放到車庫去啊 老爸回來要講你的啊 用不著搬來搬去的呀 我打個電話給夏家 叫他們馬上來去 老鐵 那你送到了鈔票 記得給我買 是華樂時期的水晶號 沒問題 貝貝 貝貝 看 爸爸做生意了 你看 相爺呢 該給貝貝餵奶了 去吧去吧 快去快去 乖孩子啊 我兒子現在有出息了 老姐老姐 找著了嗎 找著了 他已經打電話給他 約他晚上見面 怎麼樣 大牛和雷雷好吧 還沒有 好 我先進去看看啊 在博士呢 雷雷 好嗎 你看看 大牛又長大了 最近 他有沒有惹你生氣啊 就是把大牛看得太緊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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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